大自然很多澳碑仍然是無法解釋的科學之謎 本國大部分鳥鳥在遷循南美洲後 知道飛回加拿大的路徑 甚至準確無誤飛回出生的地點 但鳥鳥看不到透明的玻璃 在飛行中猛烈撞向玻璃窗 玻璃幕長而死亡 本國每年有2500萬隻鳥鳥 就是因為這樣而撞死 有甚麼辦法減少這種現象呢? 請收看星期五晚上10時 傳媒對焦 這個位置在飛行中